张启先生您在国内我想首先请教一下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对于今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如果是50岁以上的这一群人呢 他们大概的生活方式呢 如果就是不去外地旅游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就还是有一个合家团圆的氛围 他们可能会还是要看一看春节晚联欢舞会的 但是50岁以下的这群人呢 基本上对他是无感的 那您感觉今年是不是比往年啊 似乎网络舆论有些冷落了呢 是的 是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原因 观众有了更好的娱乐节目呢 还是对目前的这样一种政治宣传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有所反感呢 其实我们回望整个的春节晚会的历史 它第一届呢其实是1983年 那年呢我出生 对那一年的春节联欢舞会 据他们的总导演 那一届的总导演 黄一鹤老师他的回忆呢 其实他们当年是打破了一些禁忌的 把一曲相恋 一曲很像邓立军迷迷之音的那种 资产阶级小情调的相恋 那么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 那么搬到了那个春晚的舞台上面 这是第一届春晚 那么当年的第一届的那个春晚呢 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呢 是一个打破禁忌的这样的一个 带着一种小情调的这样的一个回忆 黄一鹤在他2009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评价 他说春晚其实是我们追求个人幸福的一种尝试 现在民间都开始有了山寨春晚 每年的模式都固定 比固定的春晚呢 我其实更支持山寨春晚 这是总导演 83年的总导演黄一鹤说的 我把它理解为一种民间的揭竿起义 但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2008年以后 整个中国大陆的整个的舆论情况啊 和这样的一个春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呢 它其实是越来越收紧了 它其实像春晚这样的一个 由83年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的 或者说一个当年的表现 当年的一个自由和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在年32晚上定于一尊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宣传的政治符号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符号在今天中国的当下 其实就越来越无感了 所以观众有一种冷漠 对有一种冷漠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十年 或者说这几年大概应该是春晚的一个冬天吧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期盼 冬天之后的春天 或者下一个十年 我们表达春节的这样一个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或者是一个娱乐环境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晚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应该是一个春天 好的 谢谢张启先生 王淡先生您在美国看了春晚了吗 没有看 去年 这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余恨未消 因为去年我就不小心一个人在家 无聊就看了 看了之后反正胃部就不适 好几天的吐啊什么 我今年我就说不看了 但是我 后来追看了几个小品 我想看怎么样 我其实很同意刚才张启先生说法 但我愿意从另一个角度看 我觉得春晚按理说应该是以娱乐性为主 当然政府后来把它变成政治主角宣传 但反过来说让它变成 就是宣传自由民主 我也觉得也不应该 春节嘛你就是应该是个娱乐性的 我觉得仅仅就这点来讲 娱乐性实在是太差了 我不看了几个小品啊 我就掐自己大腿 我都笑不出来 就包括葛优出了 你都没法笑 你哭已经不错了 实在是太没有娱乐性了 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 慢慢对春晚兴趣越来越低 很重要一个原因 有网友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以往的那种古噪中国梦 厉害了什么那种宣传内容 非常的多 但是今年似乎有所收敛 为什么会就是这个 我想当然这个前两年实在是太过分 我就说为什么去年 我看完这胃疼两天 就是几乎去年的春晚 几乎整个完全就是这个宣传 我想我相信反弹也大 那么即使是中共的宣传部门 大概也看到了 所以稍微收敛一下 可是今年 其实坦率讲 我就看了最后的一分钟 因为我想看李股一唱那个 南网今宵 我觉得那唯一还能看的 结果就看就是什么 以习近平为党中央的 又还是放在里头 还是有这样的内容了 但是我还是强调说 这个你有没有这个内容 我都不管了 你至少有点娱乐性 你至少 你让习近平出来也出来 就有点娱乐性也好 就这么尴尬巴带出来 我觉得这春晚最大的问题 就是最基本娱乐性都没有了 我们来听一听恒和先生的看法 我是看了的 那个情况不一样 那个因为80年代 全国都处于一个希望 就是有希望的时候 现在是希望越来越少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春晚呢 就从一个确实是想娱乐的这个角度 很早20多年前就开始变成一个宣传工具了 这成为宣传工具以后呢 它就要受到所有宣传的同样的限制和约束 这样的话呢 那么随着中共现在存在的几个问题呢 就是一个它是理论上处于重大危机 再一个呢 在实际上呢 也处于重大危机 包括这个统治危机 包括这个信用危机 就像你刚才讲的 包括各种血液制品 还有呢 就是生物制品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能够宣传的东西越来越 就是能够用来宣 哪怕是用来宣传的东西 也越来越少 这种情况下呢 所以民间抵制呢 它实际上是跟 因为既然是宣传工具嘛 那么宣传工具当这个 当它的意识形态和所有的实践 都碰到困难的时候 那么它会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以后 所以越来越不是欢迎的 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在不管将来怎么说 我个人认为春晚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刚才最后一句话没有听到 您说春晚是不会存在下去的是吗 春晚是不会有前途的 但是官方的数字呢 显示今年所谓央视春晚 在160个国家呢 进行了所谓落地播出 然后呢 观众的总规模还达到了 说是11亿人 那么像刚才张奇 王丹两位先生提到那样 就是往年呢 还似乎呢有一种 边看春晚边吐槽的热闹 但是今年这样的一番冷落呀 能否被看作是一种民间 或者说是公众的一种 默契性的一种反感 或者是某种民意的一种表达呢 我倒觉得前两年看春晚的吐槽 有相当一部分人看春晚的目的是为了吐槽 可能今年呢 由于这个网络舆论的收紧的情况呢 可能大家也预计到太多的吐槽 可能不容易出来 因此呢 唯一值得去看的兴趣没有了 所以我想吐槽 还是历来应该有的 也许就是因为被封杀了 所以很多吐槽出不来 也导致人家对看春晚的兴趣也降低了很多 好的 那么像您请张启先生 因为其实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吐槽呢 前两年的一些吐槽呢 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和娱乐的现象 它在朋友圈里面 在微博里面的推广呢 其实会带来粉丝流量 其实也会带来一些打赏的 但是呢 这两年呢 由于整个的环境的打压呢 吐槽不光有政治风险 其实也有经济风险 就是自己的微博账号 微信账号被封号 这种公众号被封号 那么一旦被封号以后呢 其实对于整个的 它的这样的一个媒体 自媒体平台呢 是一个很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那其实也让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呢 得到了一个就大家也有一个寒惨效益 好的 我们在海外其实倒没这问题 主要是吐光了 没得可吐了 实在太不连吐槽的兴趣都没有了 那么刚才杭和先生提到了一个 就是在这个歌舞升平的背后呢 那么上海国企 新兴制药啊 再次爆出了免疫制剂的丑闻呢 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看呢 多达上万品啊 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这种 人体免疫 球蛋白制剂呢 已经流入了各地的医院和诊所 那么张启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事官啊 无论是老少年幼吧 每个人的健康安危的这种 医药食品安全啊 甚至呢 我们也看到有网民现在提到了 就是连普通的这种流感疫苗也不敢去打 因为呢 没有任何这种健康的保障啊 您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啊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现象 医药安全缺乏了最基本的信誉 而且呢 每一个人呢 都有可能面临伤害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 其实是中国200年近现代改革当中的一个通病 就是官都商办 它是一个最坏的一种资本主义 那其实是 是它的市场化程度不够 而这个市场化程度不够 并不是因为 它的这个 并不是因为市场自己的原因 导致的市场化不够 而恰恰是因为行政权力的垄断 那么行政权力在整个的市场格局当中 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 垄断者的位置 那么国家其实在医疗和疫苗行业当中是赚钱的 那么疫苗行业其实跟中国的药品行业相比的话 它的安全性并不比药品行业更高 但是这两年报道出来的疫苗的问题非常突出 这其实本质上并不是由于整个的社会或者是怎么样 对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问题更关注了 恰恰恰是因为卫计委和卫健委和整个国家医药总局之间的有一个利益上的一个博弈 而导致了这样的一些新闻的爆出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016年的这样的一个毒疫苗事件 其实就是官方炮制的一个事件 它其实跟其他的 因为现在的整个的疾控体系和疫苗的体系在整个的卫健委的手里面 这个利润的话大概比较落后的地方 比较三四线城市的话可能占到整个的疾控中心30%的收入 就是疫苗的这一块收入 在大一点的城市可能会占到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收入 但是整个的疫苗行业的生产的过程 却是一个极端低下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竞争的 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它并没有被 它竟没有被国家管控起来 进行一个保障性的供给制度 就是从前的计划经济 它也没有走向像美国呀 像台湾一些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 而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双轨制当中 产生的这样的零零种种的问题 我记者王大先生 习近平曾经信誓旦旦过 强调了就是所谓要保障药品安全 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且还要号召有刮骨疗毒的这样一个决心 建立一种管理机制 但是为什么您认为在习近平治下 这样的一些危机到每个人生命安全的 食品药品安全去屡屡发生 我觉得主要是习近平没有刮他自己的骨 他老想刮别人的骨 我来之前专门做了一些材料 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以习近平上任为例 好了 这之前我们就不管了 2012年的时候就发生山东违访的非法疫苗案 2013年是乙肝疫苗致死事件 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 2017年是有百字破疫苗事件 到了2018年是更有名的长生生物疫苗事件 其实2019年新年一开始就有江苏过去疫苗事件 现在有出这个新兴事件 这都是在习近平任内 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说习近平 说去想解决 然后就用这种语言就 这个恐吓就能够去解决的问题 它至少背后反映一个相关追究责任的问题 我刚才列举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追踪一下 也许媒体也可以追踪一下 从2012年到现在这么多几事件 这些责任人受到了什么惩处 这些责任人上面的责任是谁 习近平是不是最大的责任人呢 他有批评过自己吗 他让别人刮骨疗毒 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 这么连续的发生 我想相关主管部门 甚至到更高的国家管理层面 都会受到惩处 可是在中国就没有 但是就在这个星期 一个国际性的研究组织 还预测到2022年 中国所谓部署的这样的监控摄像头 会达到27亿个 合着一人俩 这种情况下既然能够监控人 那么造假是人为的造假 为什么不能去监控食品 我觉得你既然有那么大的力量 可以去一个人平均多分到 两个适应镜头 你怎么可能管不了这种疫苗监控 你卫健委是做什么 我觉得这样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还是事后纠责的问题 倘若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人 因为这样的涉及到人民 健康问题的事情 然后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包括坐牢 而且责任要追究到 相关很高的主管层次 包括卫健委 包括国务院副总理级别 甚至包括习近平要不要出来 向全国人民道歉 如果能升到这个层次的话 才会有一些震慑作用 可是我们刚才会数了这么多 你又看到习近平出来说一个道歉 好像是别人的问题似的 你是国家主席 你不是最高责任吗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 还是个政治上取舍的问题 那么恒河先生 您是怎么看待王丹先生的看法呢 就是在这种毒食品 毒奶粉 毒疫苗 屡禁不绝 到底是习近平当局 或者说是共产党当局 管理无能 无能管理 还是说另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我觉得这倒不是管理无能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制度的设计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看到 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中国社会现在是一个互害的社会 就是说它从食品开始 到各种各样的产品 除了这个出口的 出口的因为它这个管理层和 这个检验要求是按照外国的标准 那么国内很多东西就认为是互害的 所以说生产什么的 它自己不用什么 这个现象必然会涉及到各个领域 而且一定会蔓延到所有的领域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 至少这已经是 二三十年的积累的问题 那么刚才王丹先生说 就是说这个谁来制裁的问题 就是说出了问题以后去查 现在的问题就是谁去查 如果说魏纪委就应该是 这种医疗方面的 所有产品的最高领导层了 如果说魏建委 现在是魏建委了 魏建委自己就是利益的一部分 谁能查他 政治局常委 其实大家都知道 政治局常委是有分工的 其实在利益上 常委这一季也有分工的 就谁的领域就是谁的东西 这个领域别人碰不得 以前郑永康不就石油领域吗 其实这些现在还是 所以说它面临的 就是如果有人要查的话 它面临的是整个系统 而不是哪个个人 或者哪个犯罪分子 或者哪个应该被追究的人 因此 犯这个事情是必然的 追究一定是看见的 或者是仅仅在 没法收场的情况下 推出一两个地罪羊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讲起来很容易 可以让谁去追责 让谁去追责 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才会捋犯 就这次艾滋病免疫球蛋白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每一层 每一个关口 它要经过无数道关口 每一道关口都应该检验出来的 但是每一道关口就检验不出来 也就是说所有的 就是生物制品的制造过程 和检验过程全都是虚设 这个就不是一般一个人犯错 或者是两个人犯罪的问题 而是说它整个设计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轻易的 就是说能够通过追责来解决问题的 这个其实刚才重新的位先生说 说的是 就是说两百年来其实不见得 如果说是清朝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问题 清末或者是民国初期出现的这样的问题 我想有责任 或者是要追求责任的情况 比现在要追求责任的机会要大很多 所以那时候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好的 恒和先生 刚才您提到了周永康 一个有意思的事件 就是这个星期 那么周永康的儿媳黄婉女士 频繁使用推特 谴责中国当局的司法不公 而且他本人两个月 没有见到丈夫周斌 并且他还代替周永康 像在周永康任职期间 遭受到这样的一种 中共政法系统不公正待遇 打压的维权人士 表达了歉意 那么在您看来 就是我们先放一放 周永康的这个案件 就是黄婉作为一个家属的角色 您认为是否有资格代替这样一个落马的中共沙皇 政法沙皇 向受坏者道歉呢 我倒不觉得他应该代表周永康去道歉 因为周永康自己没有道歉的意思 他怎么能去帮他道歉 但是作为他个人来说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我没办法确认 但是如果说他个人来说 他觉得内疚 他去道歉 我觉得这还是可以的 而且反正我也没有资格叫他去 就是道歉或者不道歉 但他这样子做 我觉得还是应该的 但他不能代表别人去 好的 那么王丹先生您怎么看 就是应该说中共高官的落马之后 家属一般都相对保持低调 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常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有意思 它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一个就是说 其实它反映的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 人的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了 而且现在不仅是一般老百姓 随时可能面对当局的各种 无端的打压 现在这种缺乏安全感 你看已经蔓延到高官这个层次了 像黄瓦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反映出 那么不仅在民间 即使在共产党的体系内部的人 都已经缺乏安全感了 这个会对中共的统治的稳定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是个颇值得观察和讨论的事情 这是黄瓦这件事 有趣的 第二个也是 我确实觉得有点反常 一般以过去这种情况 我们很少看到家属公开出来反弹的 因为这样可能导致在监狱里的自己的老公 或者自己的公共 待遇更差 所以一般我们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可是它的发生 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 说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我的这么长期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 我的直觉是说这事情不简单 那么背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让他出来说这句话 显然黄瓦这个人不是一个斗士 否则他早第一时间像李文足这样早就跳出来了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出来 那么我们也很早以来就听说就是包括黄二代内部 就是对习的种种的作为 包括他肃清对手的这种残酷性 是吧 都有不同的意见 甚至有所怨言 所以黄瓦的背后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政治力量 试图的进行一些反扑 我觉得是第二个观察点 好的 那么张启先生 您是怎么看待周永康二媳黄瓦女士 利用推特公开向国内维权人士道歉 并且吐槽自身受到这种法律不公正待遇的现象 我很早的时候注意到黄瓦的推特当中有一些转帖 那转帖这两天的主要是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王一牧师 几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受刑人的家属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一个转推 那么另一个他是对709的这样的一个律师案的家属的这样的一些推文的转推 那我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王一牧师一直有一个在监狱当中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和愿望 那这一次其实整个的成都秋雨圣约的129的这样的一次教案 他已经惊动了整个的成都市 但是我很感恩的是觉得说 他也打动了这样的一个政法系统当中 一个政法沙皇的一个家属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给他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整个中国的当下的这样的一个709律师案 然后129的这样的一个成都秋雨的教案 那乃至于说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些大批失事的高官 以及他们的家属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很多值得反思和一些感慨的一些地方 好的 那么这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国情咨文 在有关中国对华政策的这个部分也是舆论非常关注的 特朗普强调了任何与中方的协议都必须要包括切实而且是结构性的改革 以此来结束中方的这种盗窃和贸易不公 那么王丹先生应该说很多人都在看到目前的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美中关系的日趋像一种战略竞争战略对峙的趋势在发展 当然了它的起源有人说是习近平这样的一种大国崛起的政治影响力输出 南海的咄咄逼人对于台湾的打压等等 但是您认为就是就中国的这种贸易政策来讲 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国情资本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 我当然觉得其实中美现在的问题的根本不是贸易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前纪人总统跟中国之间一直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冲突 双方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解决的办法 那过去美国跟日本也有过很严重的冲突 也并没有见到美国跟日本撕破脸皮 今天的中美关系我觉得核心的问题恐怕还是中国的这种崛起的方式 不仅威胁到美国的领导地位 而且被很多人包括欧盟这种其他加拿大等国家 澳大利亚等认为威胁到原有的这种西方文明社会的基本的秩序 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川普自己口风也变来变去 一方面他说3月1号之前会跟习近平会面 现在有说不会会面 你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次刘鹤到华盛顿来 当面向川普承诺的一些东西 回到北京之后北京又反悔了 显然是这么回事嘛 要不然本来是答应见面怎么又不见面了呢 你就知道说中国这方面还是放不下意识形态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民族主义的考量 整个的中美关系由此来判断 我认为根本不是说贸易问题可以解决的 即使这次贸易战最后达成一定的双方的协议 但中美之间的冲突 我觉得还会在其他领域继续爆发出来 好的 那么恒和先生刚才王丹先生也提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 就是特朗普的星期四在白宫明确否决了刘鹤 有关在特金会之后举行特席会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么您认为对于接下来美中贸易谈判 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前景呢 刘鹤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的 就是来邀请 有一个邀请 因为刘鹤知道自己做不了主 还有一个就是说真的要开板了 真的要做出决定的时候 刘鹤也不能take这个credit 就是说也不是他也不能把这个就是做达成协议的这个好处放到自己身上 所以他很明显这就是带来的要求 也就是说这是谈判的一部分 我觉得谈判的一部分就是拖延时间 因为中共肯定不会做结构性改革 美国一定要他做结构性改革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实际上是在刘鹤这个层次是不可能谈的 必然要到最高层 那么所以说这个现在川普没有答应 现在立刻就谈的原因呢 可能也是就是说是看破了这个拖延战术 因为他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出来的话 美方几乎没有时间在3月1号以前 做出任何有效的回应 所以说他们就希望于3月1号 能够把这个关税增高给再拖延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想法 所以说一方是在拖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直紧逼 我个人认为呢不谈是正确的 就是说在3月1号之前不谈是正确的 因为一谈以后呢又交给下面一集的再举谈细节 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就要把3月1号的这个 关税增加给拖延掉了 所以我觉得不谈这个这种策略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我倒是同意这个刚才王丹先生讲的这个 关于中美的这个双方的目前所处的这个处境 就是说即使贸易谈判能够达成一定协议的话 当然有一个验证的问题 美国要能够查核能够执行 可执行性可查核性 还有一个呢就是结构性的一些改变 它是必须要求的 不然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又拖下去 就跟这个20年 就跟这个2001年的时候加入这个世贸组织 做的那么多承诺 后来全都不兑现 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共啊 它跟全世界的这个现有的体制是不吻合的 它跟全世界所有的价值体系都是不吻合的 都是不兼容的 所以它的挑战就是像当年 为什么日本跟美国的是真正的贸易冲突 但是中共跟世界的不是贸易冲突 贸易冲突只是其中体现出来的一部分 这就跟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 最终要改变全世界的结构 一种毁灭性的这种文化是紧密相连的 因此这个就是这个冲突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方式来解决 好的 那么张启先生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应该说呢 接下来呢 美国财政部长和贸易代表一行啊 将在下个星期吧 继续呢 前往北京呢 进行贸易谈判 但是我们各界包括两位嘉宾呢 也看到了就是距离三月一号啊 两国贸易战停战的这个最后期限的终止日期呢 越来越近啊 您对美中之间啊 是否能够拿成贸易协议啊 以及呢 如果达不成的话 对于中国自身经济的影响是否乐观呢 其实是不乐观的 伴随着这三十年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崛起梦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无论在共产党对内还是对外呢 它都有一个一致的思维模式 就是花钱买稳定 对内也是花钱买稳定 对外也是花钱买稳定 但从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 甚至在国内被评价为冷战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呢 以及国内的维稳压力当中呢 我们越发可以看到这种花钱买稳定的方式 可能在之前的二十年 大家还有一定的容忍度 但是现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压力 和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些压力 可能已经意味着这个花钱买稳定 这种思维方式的终结 好的 那么我们感谢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整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 特朗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国情之文 他所要求的那个清单 只要有一条被答应的话 那么整个之前中共所希望走的那种模式 无论它是走的所谓的新加坡模式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会崩盘 只要八个选项当中有一个被 包括独立工会啊 互联网解禁啊 这一系列的东西 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措施 只要有一条同意 就意味着既有的 整个的他们想搭建的 这三十年都想维持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崩盘